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女有事 终须有 名女无事 不用仇 无论老板还是打工仔 人生有高总有低 和你道尽即长事 用玄学思考人生 不如算吧 主持 国师 狗姑娘 回到第二节的不如算吧 刚才看回第一节 由于满到抽筋的关系 我捉了星期三的节目 叫什么 那个节目叫做 连交所 连交所狼人的一个乱狼 乱狼的MJ MJ就帮我们声演 我是声音导航的MJ MJ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里面 绝对要 这次这个话题 说这段话题 用社会运动和玄学 连交 这些还不激动 还不滚动 滚动到我哭 但你看到我说的都很冷淡 所以一定要加一加你 做一做化学反应 大家一起吵吧 吵 吵 你有什么看法 这两天的事件 你自己怎么看 如果从金融角度也看 如果从金融角度 你赶到玄学的话 也是高手的 哦 国师教了很多好东西给我们摊 如果从金融角度来看 这几天的八字 就好像一般 吵 因为我想说一说 原来是星期三的 华尔街狼人 是吗? 是联交所狼人 我经常反过 联交所狼人 的MJ 懂得述数 大家都可以聊一聊 反而我想先说一说 Yaku 原来我们每年 除了一个挂之外 亦有一件事 我想这个你听过 就是所谓的 立春八字 这个我听过了 立春八字 这个很重要 刚刚过了新年之后 就是过新年之后的事 我要考考你 新的一年 你是怎么计算的 你是觉得是1月1号 年初一 还是立春呢? 立春 为什么呢? 老人家是说 立春之后 就当是新的一年 不是真的新的一年 因为这件事 其实都可以当是 一个趣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 那些新闻 都是说 1月1号 零时的一分 出生的BB 抢杂出生 就会认为是那个生肖的 第一个 的BB 但实际上是不是呢? 但实际上当然不是 实际上当然不是 例如的话 假设 那个人 就是85年的1月尾出生 85年的1月尾出生 85年的1月尾出生 85年的那年的生肖 就是属牛的 属牛的 先过年尾 是 但是 但是未过 立春通常是2月4日的 所以那些人 就觉得 他 85年的1月尾 或者1月中 就是1月份 过了1月份 这个小朋友 这个BB 就是属牛的 但事实上 就不是 他仍然是属鼠的 因为他要过了立春才计算的 所以用来中国 他全部的 究竟是过了这一年或这个月 就全部都是以这个24节气 去作为一个计算的 就是 我说不关事的 我说年中出生 所以我穩在属鼠的 所以有时候算命都要问清楚 有时候你问别人的生肖 你要问清楚 你问年的话 你要问哪个月 是的 因为你可能责政是1月份 或者你2月头 可能你2月1号 2号 3号 那些时间 有时候4号都可以 那就是一个提案 因为你4号 因为他说立春 就不是说踏入那一天 就一定是变成立春的 就是不是代表2月4号的 零时零一分 因为他亦都有一个时间 可能说是4点52分打后 才是过了立春 都可以的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也要分别 今年立春好像是6点55分 这个是早上还是晚上 是早上 是早上 是早上6点55分 所以如果你是6点半出生的孩子 那也算是属牛 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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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很多時候那些生肖的書 都會任何哪一家、哪一派、哪一個師傅、哪一本都好 他都會講一講那一年他的立春八字 和我們香港整個運勢的一個看法 有些人就會用立春八字 有些人就會加上剛才我所說的直連卦 也有一些師傅再加上每一年我們叫做九宮飛升的東西 什麼叫九宮飛升呢 聽過一下 他分成八個不同的方位 中間也算是一個方位 中間也不算是一個方位 但是他也是一個中宮 其中一個地方也算是一個地區 也很重要的 因為中宮是生八方的 就是說他如何飛來飛去 所以經常聽到就是什麼入中 什麼入中 還有哪一顆星 今年財星就在哪裏 桃花星就在哪裏 吵架、吵架、喵煞那些又在哪裏 病星在哪裏 破財的在哪裏 即是他不同的 都有不同的分法 每一年他都會飛來飛去的 那這件事其實都是完全可以讓大家趨吉避空的 是啊 所以你看到我的生肖書有沒有作用呢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作用 我自己有個習慣就是 都是瞄一瞄的 但是他說什麼星什麼星的 怎麼放的我從來都不放的 那你只是這類的 我先猜一下 通常你就是看你自己的生肖 然後避免 然後說一看 其他那些就劈一下 順便看看那時候有沒有拍拖 有沒有拍拖 有沒有看對家怎樣 我告訴你 找他算 找他算才有料到的 不是 未必一定要找我算 其實那個找師傅算 和看生肖書的分別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用八字去計算的 八字就是分八個字 年兩個字 月兩個字 入兩個字 時兩個字 二四六八 就加上我們叫八字 由於我們是用天干地支 總共年月日時就是四個的肝 合起來就是八字 四個的肝之 我們俗稱叫做四處八字 同那個立春八字 就是利用回 當他像一個人這樣看 那年的年月日時間 立春的年月日時間 就當是一個人這樣看 去看看他整個八字裡面 他的五行的生肖制化是怎樣 就會跟香港甚至世界有一個 看看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覺得複雜了 沒有複雜 對比 對比 對比就對比 就是說什麼 就是拿那個立春 看看那年 能不能當 能不能當 中容和不和 不能和的 他媽的 就是真的有問題 他媽的 但是有些人 就會認為立春八字 就不太準確 講這些 但是為什麼會有人覺得不準確呢 因為他來來去去 都是生在那個月份裡面 因為立春八字來去去都是一個春天 而看八字的話 是看春夏秋冬的 所以這件事一來就不對 第二的話究竟是看香港 還是看全世界呢 這件事也是任你所說的 其實最主力都是看八個字 看他的生肖制化之後 其實懂得算的 好像國師那樣高級的條 一看局已經知道什麼 好像我那樣低階 那樣拆肺 怎麼會老闆 就是用這件東西 扔進去炒股 馬屁王 說這些 而是他有一個盲點 就是在於 他可能 這個八字 立春八字 究竟是看這裡 還是看美國 所以這個延伸有另一件事 就會覺得 每一個地方 由於他不同的時間 所以用回他當地的立春八字 去看回他那個時間情況 其實國師這件事可以用來共參 就是剛才學歷的 可以用來共參 那準確性就會再提高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尖的掛 可以利用他的立春八字 也可以利用他的不同的飛升方位 去判斷究竟 我們整年的香港的情況 各樣東西 不如我們就說一下今年的 明年的情況 明年的情況 那個掛 明年你幫我留意一下 你幫我起一起 是的 講一講今年那個 其實之前我在這些報章雜誌 也有講過今年的立春八字 今年是甲五年 炳仁月 炳五日 新卯士 這個八字 他的木火 非常旺盛 即是我們算命也好 任何世界上的萬事萬物 都在講五行 五行 知不知道是什麼 木火肚金水 金木水火肚 金木水火肚 很多人會講金木水火肚 其實正確來說是水火木金土 即是他的講法 或者叫木火肚金水 但這件事就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都是在講五行 其實任何萬事萬物 這個世界上都是不離五行的狀態 所以這件事我們可以從八字入面衍生出來 這個八字由於木火太過旺盛 所以有幾件事 木火和木是怎樣 木的生長是不停地向上生的 是的 火就不停地 火一點是怎樣的 很小顆 一點穿的話 它也是怎樣的形態 都是向上升的 都是向上升的 所以如果問這個問題 就是什麼 人容易上頭 即是說 亢奮 容易興奮 容易去 情緒波動 這件事絕對 不是說套命 你看你現在這樣的局面 你才講這些話 絕對不是 而在我們那個八字入面 可以看到那個人的情緒狀態 可以看到疾病的來源 譬如那個八字那年火太重 人亢奮 就晚上容易睡不著覺 想起床就是飲水 吃甜的東西 這個我經常都是 這個真的是 因為八字某種東西太過旺盛 你需要另一種元素去配合 我們八字有一件事叫做 五行 叫做小者必貪 多者必厭 你越沒有那件事 你就越想去 對那件事有那個興趣 譬如你八字沒有火而要火的 你隨時喜歡吃煙 火呢 火是壞的火 或者你八字要水沒有水 可能你喜歡喝酒 酒是壞的水 那咸濕呢 咸濕也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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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水 口才 欺騙 這些全部都是跟五行有關 所以絕對不會滲入了宗教 以及鬼神的元素 在裡面 絕對沒有那一件事 如果半夜起床 很想拿七仔買雪條吃 那又算是甚麼呢 那你算是餵食 很想要冷的 很需要一條東西 適合你 所以如果一個人的話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一個地區 有這樣的八字 立春八字的話 那些人就會覺得很多東西 會容易衝動 容易有情緒波動 有情緒容易波動 未必有衝動 可能情緒容易波動 很容易一窩蜂去做一件事 因為火的延伸是特別快 在五行裡面 水和火 它是特別來得急的 例如大家都解僱了iPhone那些 對 一定是 它快來快去 另一方面 統治者 即政府 它推出的政策 亦是特別快 它不需要跟你談 因為火是代表急 因為火是代表急從 所以這件事 又是影響它 整個今年的情況 而有一件事 我們八字最講的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 一定是不偏不移 五行的話 一定要平和 那你一輩子 它那個 才叫做 一生人沒有很多災難 這樣才會順利 但是如果一連八字 是編迷於木火那一邊的話 那它那種情形 亦都會編迷在一邊 那就會有問題發生 就會有問題發生 從香港那裡 我們可以去看 從東南亞那裡的話 木火特別旺盛 凡是某一種元素 特別多 反而那個問題 就會越容易 在那方面出現 例如今年 木多 火多 木是會生火的 所以木火是同源 火多 特別 不管哪一處 反而是跟南方有關係 因為那裡太重了 因為重 就會壓下去 所以今年 南方的位置對我們影響 就會比較大 那裡是南方 我自己看一條 我們香港 東南亞 台灣 澳洲 我自己看 這些是火來的 所以之前你說馬後炮也好 為什麼馬韓 馬就是五火 因為馬 就是他的生肖 鼠猶虎肚 龍蛇馬 羊猴雞狗 他排下去 因為他今年五火的生肖 亦都是屬馬 那你可能說這些東西 盜人為信 亦都可能說 剛好得那麼巧 但是他就是剛好得那麼巧 就跟火的有關係 Yaku 我又問你 今年你變了學生 火是向上升 那既然是南方的東西有關係 那有什麼東西跟上升的東西有關係 上升的東西有關係 譬如說 馬韓 那是什麼 飛機 飛機 飛機是南方的 我是這樣想的 因為用今年的立春八字看 那些金是受了傷 是受了傷 金受傷的話 火是直接黑金的 在我們五行來算 一眼就燒爆它 對 Yaku 開始有點混亂 其實我們應該說一些關於日本化妝的東西會比較好 不要緊 我們還可以說外貌 對 我們還可以說外貌 我們還可以說外貌 說完這一點 就是他八字裡面 剛才聽到有一個新金受了傷 因為金代表金屬器械 所以很早之前 我在年頭的時候已經說過 會特別容易有這些方面的問題出現 而且金也是代表一個人的原則性 剛強 不喜歡聽別人去影響到他的說話 他喜歡很多事情 要自己去決定一些事情 但是今年那些 偏偏的金就受了傷 所以自不然那些人就沒有了這一樣的 沒有了這一樣的控制力 就變成很容易衝擊他 變成不夠 不會理會這種原則性 只要我覺得是對的事情 我一定會去做 所以先兵後禮 射夠原理 用魚翠雷彈 之後就說不行 找個談判專家出來跟你丟一丟 所以我們從中國的智慧 也會覺得這件事是挺有趣 你看到我講那麼久 都是跟那些鬼怪迷信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是完全沒有關係 是一個獨立出來的科學 但是就跟我們做的很多 即是我們日常生活社會 面對各樣東西 其實也有物不可分的關係 所以術數的一件事 都是跟我們生活上是息息相關的 Yaku剛才說過 我們接下來就會說個樣子 是 那個樣子說什麼樣子呢 就是說個銀樣子 是誰的樣子 有六八九的狗樣子 丟他老尾 丟他老尾 讓Yaku多說一些 我們下次再說梁振英的照片 然後再說梁振英的照片 再說梁振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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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認 percent 再說梁振英的照片 還 dank你的照片 方來我們看 爹著大約 0快水 北 北